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 那心想聽說妳有好朋友 是因為男生不懂餐廳 用餐巾紙跟餐部的差別 而把她淘汰 其實我這個閨蜜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就是所謂的眼界的高低 因為她本身 她就是在外商公司上班 然後月薪大概有十幾萬 她那時候 單身的時候 是住在爸爸媽媽家 所以說你也知道 就是她賺的收入 全部都花在自己身上 有的時候可以帶爸爸媽媽出去 吃個飯 或是送一些禮物給爸爸媽媽 然後她可能就是也很喜歡旅行 因為家裡面你看 就是跟爸爸媽媽住 所以她想要去旅行 她就會出國 然後就看就是環遊世界各地 所以她其實眼界還滿開闊的 問題就是說 她覺得她自己在挑對象 連在交往要挑對象 都覺得困難重重 我就說怎麼會呢 我覺得很多台灣男生的 這個能力也很好 她說這時候真的不是收入問題 就是眼界開不開闊 她就跟我分享說 她這個約定的這個小男生 就帶來她去吃米其林餐廳 我說那很棒 米其林餐廳感覺眼界夠高了 她說可是坦白講我到了現場 我就有點失望 米其林餐廳耶 她說為什麼他們提供的是 給我餐巾紙 而不是給我口部 口部就是白色的布 你是拿來抿嘴的 可是餐巾紙也是拿來擦嘴 她就忍不住跟這個男伴 就是抱怨一下說 好可惜喔 米其林餐廳的這個新等 竟然還是給餐巾紙 而不是給口部 那坦白講 可能我眼睛也不是很高啦 所以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說 就是因為她男朋友的這個 不好意思 她的交往的這個對象 當時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都是拿來擦嘴的 有什麼差別 這也是我心中的疑惑 對啦 抹布也可以嘛 對 我知道說你這樣比喻就很好 所以我就跑去問我老公說 對 她都是擦嘴的 為什麼口部跟餐巾紙會有差 我老公就說 如果今天你去一個 有水準的餐廳 他如果跟你塑膠杯 你開心嗎 對 不開心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 太廉價的感覺 水準的差別 他說那口部跟餐巾紙 餐巾紙一直抽 一直抽整個 漂漂亮的桌面 就是一張一張餐巾紙 可是口部你抿完 你就是很優雅 所以怪不得你的閨蜜 會感到的 會在乎這件事情 我說原來是這樣 好 所以這樣子這個情況 他就跟我分享以後 問題是他還是會覺得 因為在台灣 他會有一個壓力是 必須要踏入家庭 於是他就想說 尋尋秘密 尋尋秘密 結果找到這個男生 他家裡面 他自己是開公司的 開公司的話 而且還要常跟外國的業務來往 他覺得那這樣子的話 眼界應該也算是蠻開闊 有這個國際視野 就跟他結了婚 沒想到結了婚 就卡在一個難關 什麼難關呢 也就是婆媳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他說他第一次過年 就遭受到一個震撼教育 婆婆跟他講說 你是長媳喔 長媳的話 在過年的時候 我們家族呢 你就是要備菜 而且要陪媽媽 一起要拜拜 拜拜這些三生共平 我們就是要自己準備 那他就想說 那年夜飯的話 我總是可以用 這什麼Uber E來點一下 他說不行 你是長媳耶 而且媽媽有很多 那個churro菜要交給你 所以說就是你要跟著我學 他說跟著他的婆婆學菜 坦白講 他在這個職場上呼風喚雨 他覺得他是一個 頂尖的優秀人物 沒想到進了廚房 我跟你講被嫌到不行 因為有的時候 婆婆一定會給你一些下馬威 所以就跟他嫌東嫌西 就覺得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自信心就喪失了 接下來的話 就是會希望說 你還是要生小孩 那生小孩的話 那你也知道 有的時候 現代人壓力大 不是說說懷孕就懷孕 所以這個時候 他可能先試過了 科學的方法 沒有辦法助孕 沒辦法以後 他婆婆就會跟他講說 那我們就只能用一些 迷信的方式 所以他就會被婆婆帶著去 喝什麼香灰 浮水 我跟你講 女生在這個時候 你就算是再優秀 你都會開始懷疑自己說 為什麼最基本的女生 應該要生孩子 我竟然做不到 然後我是個 崇尚時事科學的 這個精神的女性 新時代女性 可是我現在在喝 這個浮水 喝香灰 我覺得我很錯亂 好 沒想到 她懷孕了以後生了孩子 各位 她生了孩子 是個遲緩 發展遲緩的小朋友 那我跟你講 以社會眼光來講 就會質疑你說 好像就是媳婦的問題 你怎麼會生出 發展遲緩的孩子 那要照顧孩子 老公又不幫忙 她就是要去照顧這個孩子 然後婆婆還會去質疑她說 就是因為你工作太操太勞累 所以孩子才會發展遲緩 好 那到最後的話 身心俱疲就會認為 那我還是單飛帶著孩子 我離開 我這樣子能夠全心全心照顧她 也不用再遭受 婆婆對我的檢視 可是你要知道 她那時候當初選這個老公 是開公司 開公司後來結了婚以後 她說我的這個閨蜜 她是升官發財 加薪 老公開公司是賠錢的 所以我說那你為什麼不離婚 她說可是離婚 我的一半的這個婚後的這個 財產她就會拿一半走 我覺得不合 所以還在苦撐著 其實我覺得 婚姻剛開始真的是 適度的挑選是有必要 因為它有很多條件 讓我們看到 可是婚姻就有一點像賭博 對 沒錯 真的 五年沒問題 搞不好十年出問題 是 十年沒問題 二十年後搞不好出問題 對不對 它有一點像買股票 這隻不錯 可是買下去一直賠錢 對不對 可是買股票好 就是它有退場機制 任賠殺出來 不過現在婚姻也是一樣 可以離婚嗎 沒錯 這樣 婚姻有一點像賭博 不是說你眼光 一定怎麼樣不好 你看他 他起先淘汰了這個男生 後來挑傷檢視 又挑傷檢視到這個男生 事情都很難說 是 不過剛剛這個Sincere講到 這個是還滿重要 就是說人生活真的不只是 很基本的需求 就是它其實有品味的問題 沒錯 就是剛剛這個韓祖講的 對不對 對 餐巾紙跟餐部 還是不太一樣 口部的差別 譬如說你看我們台灣 你如果去什麼 去義大利海邊吃海膳 它至少都鋪著桌巾 白色的桌巾 看起來就不一樣 台灣不是 都用塑膠的薄膠 紅色的 對不對 感覺有這樣 比較好平 等一下就包包起來就好了 對 真的 再拉走啊 然後呢 晚上用塑膠紅色的 對不對 沒錯 其實我們台灣的海產 煮得比義大利好吃 我想實在 是 可是那個 那個讓你的感覺就是說 怎麼會這樣 疑似感沒有了 對不對 對 可是在義大利那一餐 吃起來價格會不一樣喔 那個很貴喔 對啊 韓祖你有沒有覺得 真的是耶 我覺得像那個是所謂 剛才他們舉的例子是 這個餐桌禮儀嘛 那確實你要 也是有點眼界 你大概會知道說 好的餐廳會怎麼弄 但是我覺得像 如果他抱怨的是說 這個餐廳不好吃 幹嘛要花那麼多錢 吃那麼貴的餐廳 那這樣也不太行 就是我覺得 男生的那個品味 也是要一直去提升 你才能夠吸引到 跟你是相當的那個程度的女生 是啦 就是說人生有時候 優雅是一個境界 讓人家感覺上 這個人滿有品味的 是這樣 不是吃飽 醜飽 有錢這樣就好了 不是這樣 那這個洪偉 這個認識過那麼多女生 女生對男生都很挑嗎 我老實說 我剛剛看到前面說 要去米其妊餐廳 口部跟餐廳紙這部分 對我來說 就是他有點太peaky 就是太挑剔了 因為我曾經也遇過 這樣的女孩子 就是自己以為自己很懂 譬如說他去這個餐廳 他可以從頭到尾一直閒 包括四九十八 他還是在閒 出菜的速度 擺盤 他也在閒 然後買完單之後的價格 他也在閒 其實這個男孩子 你說他這是品味嗎 我不知道 有可能只是為了挑剔而挑剔 你挑剔只是假裝自己很懂 要自台身價 那這種相處起來 就負面的情緒太大了 男生只是我很用心 我好不容易找一個餐廳 你只是因為他放的是口部 還是餐巾紙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 小小種子就放在心裡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對男孩子來講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傷害 因為畢竟米其妊皮件 有它的標準在 那你說像一些口部 可能在一些一些比較高級的店 他有可能用口部 像有些像Bistro這種小餐廳 他也是可以拿到米其林一心 那但是他的東西 他就不見得會用了 這麼正式的方式去表達 所以我覺得相處起來的話 我覺得譬如說男生很用心的 去幫你安排 佈置一個約會的場合的時候 女孩子只要懂得欣賞 去讚美他 剩下的部分 有可能就是你在私底下 慢慢給一點小意見 而不是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一般來講 你像夏雪他老公 這麼專注的在料理上 我們有用口部的 我那顆腳沒有用口部喔 你這個就叫幫夫 這是賢慧的女性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師父這麼用心 我們應該是心懷感恩的 享用 而不是一直嫌 嫌這樣讓人家討厭 就是那個嘴臉有時候就是說 嘴臉 或者是平衡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說今天覺得說 餐巾紙 你應該用口部有沒有餐巾紙 就是兩個人討論一下 傻眼耶 應該是怎麼樣就好了 但如果一個人的 去評論方式 難吃死了 爛死了 哎呦這個也不好吃 那那個 還不如我們去吃 卡麥店的海鮮 我幹嘛花那麼多錢 就是我覺得有些評論的方式 太鹹會顯得真的 你反而是不喜歡 這個人的說話方式 倒不是那個餐廳的 今天是指還是不這樣子 方式或口氣 對 宇童也這個雲吟未嫁 那也會有人說妳很挑嗎 也會有啊 就是會說 就是為什麼 就是不會想要趕快找個對象 然後馬上就談定了 然後就乾脆就解 就是家人一定都會這樣子 現在的標準是一百天 知道嗎 但是我比較好奇是一百天 真的可以就是 真的走入婚姻 當然你已經走入了 妳不曉得她老公有多好 她光做菜就性感了 妳聽什麼 其實我是覺得很佩服 因為像我自己 我覺得如果說要一百天 我怕我還沒有那個把握說 這個人我是不是真的看清楚 我可以有辦法跟他生活 因為我會覺得談戀愛 好像是一個樣子 但是進入婚姻生活 又會是另外一個 所以一百天我其實還蠻 就是佩服下學的 對 很勇敢的 那別人說妳挑的時候 妳會怎麼回應 如果挑的時候我都會說 我都會問他 那妳現在過得很好嗎 就是為什麼要說我很挑 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有自己 妳也過得好嗎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妳問我這句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妳感覺在評論我 在好像我現在不好 可是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很好啊 所以我就問他 那妳覺得妳現在好不好 好不好 對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妳會想要生小孩嗎 我會啊 那妳會擔心說 還沒有找到對象 這個年齡越來越高 會有風險嗎 我覺得當然還是會 因為女生生理機制的關係 就是畢竟就是軟健不健康 跟年齡還是有點 很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其實我覺得身邊還蠻多的朋友 就是開始會去做動軟 還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大家開始會把這個意思 就是分享給大家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妳是不是動軟就是 因為有些人是有對象 但他去動軟 可是很多人就會覺得 妳去動軟是不是 妳不想跟我結婚 因為有些男生不懂 他會覺得 妳現在動軟是 妳是要否以後妳跟別人 妳不是為了我 因為試用期還沒到 就是等於說可能兩邊 兩個人的共識有沒有 是一起的 這個就還蠻重要 請教一下隱私 妳有動軟嗎 我沒有 沒有 對 會想動軟嗎 我是有在考慮耶 有點心動 對 因為好像一年 過一年的軟子的健康 好像就會 這是很科學的問題 對 這是很科學的問題 對 因為畢竟就是 妳不會曉得之後 妳真的預備好的時間點 會是在哪裡 那萬一那個時候 自己的身體狀況 沒有這麼好 那其實最後辛苦的 還是女生啦 當然 韓祖會想動軟嗎 對不起 有動軟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一個還蠻不錯的選擇 就是我現在也是 身邊的朋友 都在講這件事情 那除了 這 對啊 我覺得 宇童長的 都已經是完全是 我的新生了 對啊 會想 但是還沒有去做 現在動軟的費用 大概多少錢 差不多十 十多萬 我有聽到我朋友 花到四五十萬 因為真的是 她的健康狀況不好 同樣的事情 她要一直不斷反覆的做 就可能她取出的軟子 不夠多 不夠健康 她就沒有辦法 就是必須再繼續做 那動的時候 要動幾顆才是 比較保險 動幾顆 那主要是看妳產量 可以產到幾顆 不是一個月就一顆嗎 那就是吹妳的軟 就打針之後 會讓妳 就是產出 比妳一個月更多的軟子 然後好像大概要 至少有個十五 十五來顆以上 才是一個安全的水位 那但是有些人 身體底子比較不好 她可能一次 只能取出三五顆 然後還不健康 她就要一直這個錢 費用不斷不斷地去花 我們這節目叫 保健教室 好 這個 Sinxia這邊有個案例 就是女生要的不是高收入 是某一種條件 其實我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念書的時候 有一個班隊 那班隊呢 我們就想說 哇 班隊嘛 那以後他們都是學吧 很會念書 後來就聽說呢 就是兩個去考大學的時候呢 男生就考上台大 女生沒有 他考上政大 那本來也是沒有相安 就是相安無事 可是呢 沒有想到男生無心的 就說出說 我的哥哥是台大 他的女朋友是台大 我爸爸媽媽全部都台大 這個時候呢 不好意思 聽在女生的耳裡呢 就覺得 那你就告訴我說 應該要上台大 也許以後才會有機會 進入你們的家門 當你們家的媳婦 他就跟男朋友說 那沒關係 你給我一年 我重考 你一年給我時間 我重考上台大給你看 好 於是呢 女生呢 在重考的時候呢 我跟你講 男生上了台大以後呢 很開心嘛 視野開過嘛 被二一退學 都在玩 很妙吧 退學以後想說 那趕快跟你一樣 去重考班 我也在蹲 可是他念書的準備時間 就沒有很足夠 於是呢 女生考上台大 第二年男生 沒有上台大 變成是這樣子 好 那男生跟女生 還是在交往 問題是男生這時候 心態就自卑了 他覺得 我現在不是台大 你又是台大生 你就是高材生 所以呢 女生就跟他講說 我是不會在意你的學歷 因為 我們都在一起 都是有感情的 男生說不要 於是就分手了 分手了以後呢 多年以後呢 我們在同學會上面 他們兩個相聚 據說呢 男生還很努力去打聽說 這個女生的收入 是不是比他高 他是想說 女生收入比他略低了以後 他才敢放膽地追求他 而且這個男生 他自己的收入也非常地高 後來還是沒有補 為什麼 因為女生認為 我以後嫁的老公 我希望他就是 男主內 女主外 所以他後來選著 男主內 對 他選的是一個 收入穩定的國小教師 不是他不要他的老公在外面 廝殺 拼搏 然後賺取高薪 有這樣的想法 對 所以他覺得 我可以在外面 男生在裡面 這樣子我OK 這樣OK嗎 男主內 你覺得OK嗎 我覺得我溝通好這樣 對啊 其實很好耶 現在喔 那韓族可以嗎 我還沒想過這問題 我還是覺得男生 好像在溝通外 對啦 好好好 但我是希望男女都足外 好 大家都有能力 我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